又奔新高 特斯拉正式跨过了万亿美元的门槛 据Electric爆料 最近美国头部租车公司 Hardscrawler Hardings Inc.预定了10万辆特斯拉汽车 马斯克曾经说过 创业就是一边举焦玻璃 一边临时深渊 如果将时间节点倒退回两年前 任谁也不会想到 距离破产仅仅只剩几个月的特斯拉 竟然在两年之内实现了今天大逆转 并且一举成为全球车企的领头羊 2017年至2018年最困难的时候 马斯克也曾想过 以600亿美元的价格将特斯拉卖给苹果 但让他没想到的是 库克不仅不讨论收购事宜 甚至连见面的机会都没给他 更让马斯克绝望的是 一年之内13位高管的离职 加入竞争对手的公司 不仅让原本就风雨飘摇的特斯拉更加糟糕 而且还给了华尔街攻击特斯拉的理由 华尔街著名的分析师吉恩摩斯特曾发文称 马斯克已经塑造了坏脾气的亿万富豪形象 其越来越多的令人不安的行动 让这家公司走到了十字路口 祸不单行的是 马斯克在参加节目 瞧罗根的经历时 吸食大麻的形象 让他和特斯拉的声望提至谷底 而且处在当时的那个环境 马斯克本人不稳定的状况给特斯拉造成的危机 比原本想象的还要大 例如其私有化特斯拉的言论更是引来了SEC SEC认为马斯克没有任何潜在的资金来讨论私有化的条款 就更不用说资金有什么保障了 SEC的一位发言人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称 马斯克提出了420美元私有化价格 只是为了取悦自己的女朋友 因为4月20日是国际大麻日 最终马斯克和特斯拉分别支付了2000万美元的法管 和SEC和解之后 他本人也失去了特斯拉董事长的职位 马斯克表示 那段时间为了晚上能够好好的休息 有时候靠安眠药才能入睡 痛苦总是持续的 而快乐总是短暂的 一直到2019年年底 特斯拉的水泥才结束 特斯拉上海超级工厂的竣工 以及量产让外界看到了一丝曙光 在产能得到极大提升的情况下 华尔街以及全球其他的资本 终于发掘了新能源的风口 并将特斯拉的股价买上天 一年十倍的涨幅让特斯拉彻底摆脱了危机 当时站在上海街头啃着煎饼果子的马斯克 肯定没想到他的特斯拉命运的转折竟然在中国 2020年下半年马斯克在接受中国媒体采访时表示 今年一季度实现盈利是特斯拉过去十年最具里程碑意义的时刻 作为美股历史上被做空次数最多的汽车股终于在这一刻翻身 不仅如此 除了特斯拉的成功 SpaceX在2018年实现的一级驻推火箭的完整回收 直到今天仍然是世界领先的水平 目前马斯克的星链计划 已经将超180颗卫星送上了太空 作为太空中拥有卫星数量最多的人类 向恩这仅仅是马斯克商业佐证的第一道开卫菜 根据SpaceX预计划 星链计划组网之后带来的收入 将从2020年的几亿美元迅速提高到2025年的每年约300亿美元 今年10月SpaceX的估值增长了三分之一 超过1000亿美元 成为全球估值第二大非上市公司 而马斯克本人的身价也一路水涨船高 超过了2400亿美元 相当于比尔盖茨加上巴菲特身价的总和 有了更多可操控的资本和财富 马斯克的太空移民梦也许会更进一步 这也是马斯克对于财富的态度 2014年马斯克曾接受AIM采访时表示 伴随着人类探索太空步伐的推进 预计到2100年将有100万人移民火星 今年3月他在接受采访时还特意强调了星际旅行的可能性 他称地球已经存在近46亿年了 很久以来这是第一次出现生命可以走出地球的机会 我们也可以去探索其他的星球 而脑机接口技术则可以确保人类意识的传递和延续